台面打開一片綠油油 受到市場三大利空因素影響 周一台股創下史上最大跌點 看了不少投資人心裡除了驚嚇 也很驚慌 有小股民說嚇得打電話跟朋友哭訴 不曉得該怎麼辦 也有人毫無奈直呼來不及跑 感覺要住套房一陣子了 台股螃蟹看在已經在股市裡 投入三百萬的吳先生眼裡很有感 不過吳先生還是信心看待 未來考慮將風險分散到台積電供應鏈 畢竟台股今年已經上漲百分之十 就算近期回檔 相較其他雅股表現人家 還有其他的小散戶說 就怕遇到股市大起大落 會鎖定指數型ETF 那到底近期可不可以進場低階 分析師認為這週股價的波動 還是很大 在融資斷頭完之後 可能會出現急談 但不建議投資人在這時 嘗試性摸底 我建議投資人可能是在 這禮拜五到下禮拜三 好這個之前 可能這時間點會是在 比較恐慌完之後波動比較小 投資有賺有賠 提醒民眾量力而為 也還是這句老話 而且你不能把所有資金 放在股票裡面 那是很可怕的事 雞蛋不能放在一個籃子裡 會破掉的 級別新聞 要是你解台北衝動動